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到的講師都是我的好朋友 老朋友 然後也是我們假日科學廣場的 我正自為VIP 所以VIP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這個講這個 這個講什麼 識別證 識別證就是可以一用再用的 我們已經這個 recycled 不知道幾次了 那非常感謝就是 林軒安老師今天來支持我們 這一場假日科學廣場活動 那林軒老師非常忙碌 有多忙呢 我其實只要舉一個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邊就是有林老師的介紹 那林老師他在全國的各縣市 其實他做的工作非常重要 重要的原因在就是他的這些場子 去跟林老師上課的這些人 都是我們在職的老師 也就是老師們去跟我們林軒安老師學東西 然後再去把他在林軒安老師課場學到的東西 在課堂上跟他的學生分享 所以我們林軒安老師做的事實上是 教師培育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他做的非常辛苦啊 都辛苦喔 你看04年到現在已經280場 每一場都是林軒安老師親自主持 然後親自設計這些活動內容 所以真的很難得我們今天有這個機會 就是邀請林老師來 那大家已經可以看到這個場台 變得有點像實驗室了喔 所以今天的活動很精彩 所以請大家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林軒安老師 謝謝你們林軒安老師 可以小心一點 我覺得會吵到大家 好 謝謝老師老師的介紹 那 我 這次來第三次啦 那我剛剛才發現 我怎麼衣服都沒有換 我現在才發現 像是要來之前 我要先看一下上次的照片 我到底 不然這樣 哇你現在那幾年 一年到頭都只有一件衣服而已 真的都沒有換 你真糟糕 還是這一件 好 那今天 要跟大家 我們可以切到電腦嗎 這邊可能切到電腦 這邊可能切到電腦 對對 我們可能原則上 還是用電腦的畫面出去 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題目 我把它定為是燃料電池 好 可是 與其說它是燃料電池 我倒不如說 我們希望從更廣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最近這一兩年 尤其是石油開始漲到三十幾塊之後 大家開始害怕這件事情 大家開始去很很 從開始從源頭去找說 那我們到底未來要怎麼辦 在我們有生之年 絕對可以看得到我們的油這樣飆到五十 絕對會有啦 絕對遇得到 我們遇不到我們的小孩也遇得到 五十是指日可待 大家慢慢期待 一定可以遇得到 加油加油 好 好 那在這種角度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不要去談那些 讓我們很 很很 很沒有希望的那些事情 我們可能還是從科學的角度 來看能源這件事情 好 那在講能源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提到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如果我們回去看 我們整個人類的發展史 這個人類可能甚至要溯及到 那種碎人士的時候 那種古早古早的時候 到碎人士的那個時代 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史 我們幾乎可以說 它就是能源的利用者 幾乎可以這麼去講它了 從開始知道用火 然後慢慢慢慢的 我們開始使用的能源 越來越多 當能源的使用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相對來說 我們的文明就越來越快速的發展 那當然有一個關鍵點 就在工業革命那個時候 在18、19世紀那個時候 開始做了一個很大很大的改變 從那個時候 我們開始使用了大量的能源 所以 我把它定為人類文明的重要推手 我把它定為人類文明的重要推手 那這個重要的推手 其實 猜得到吧對不對 是什麼東西 電 電池 剛剛是誰講的 電 電 我聽到一個好可愛的聲音喔 是你嗎 是你嗎 對對對 這是你喔 太好了我送你一個小禮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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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從頭開始講 我很快地把這個來龍區脈稍微提一下 因為如果我們要把這件事情 好好的說的話 好好的說的話 上面剛好有寫 我寫了一本書叫人類文明的推手 我們整個弄了大概是兩天的時間 所以我很簡單地把整個 整個電學發展的歷史簡單地說一下 那這件事情其實要從西元五百年前開始說 那時候其實我們已經發現靜電這件事情了 那也發現有磁鐵這件事情 然後聽說這是傳說 傳說韓非還發明了詩難 也就是最早最早的指南針 最早最早的指南針 那這個東西其實它沒有傳下來 我們只是在某些史書上面 有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它沒有傳承下來 它永遠會在最重要的時候不見 這是在西元五百年前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發現了這樣子的現象 根本就不知道它有什麼用處 只知道可能在穿衣服 因為像冬天啊 好像冬天很明顯 我現在每天晚上 最喜歡跟我女兒玩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如果穿排汗衣 其實冬天還是穿排汗衣比較舒服 你只要除石器再開下去啊 你把你那個排汗衣在身上插一插 拉起來就是全部都 都... 回去試試看 真的很好玩 尤其是燈整個關掉看到一半會火 抱抱會發電 那些靜電的現象 其實我們在西元500年前就發現了這樣的現象 可是這個現象有什麼用? 根本也沒什麼用,它就是好玩 就有發現這樣的現象而已 所以整個科學的發展其實是非常非常緩慢的 一直到18世紀的時候 我們才真正把這些電收集起來 在1745年的時候 应该是荷兰的莱顿大学 马森布罗克教授 他才在偶然的情况之下 发现莱顿饼它可以存电 那如果你常常来这边的话 应该有被莱顿饼电过 应该有人被莱顿饼电过 那这个现象 其实在当时 坦白说也没几个人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这些饼可以存下来 那一直到 这是1745年的时候 这件事情传到美国 在1749年的时候 美国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反正只要讲到电的话 主师爷大家都会觉得是他 那个秃头 哎呦只要讲这些话 如果我在美国会被揍 这个人在美国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科学家 对美国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 他其实朝美国现房嘛 所以忽兰克宁那时候在1749年的时候 就发现莱顿饼的除电眼里 甚至他就把正电负电在那个时候 把他规定下来 其实坦白说他运气还不错 他规定对了 他规定对了 反正就二选意被他选对了 真的就被他选对了 但有些历史是选错了 是弄错了 可是他是选对了 那到1752年的时候他那时候也发现 原来天上的电跟地下的电是一样 最有名的那个故事嘛 跟他在那边放风筝嘛 对没被打死 真的运气好 前无古人可是后有来者 后来平时有一个俄国的科学家 重复他的实验就被打死了 从此之后没有人再做这个实验 那这是在1752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发现天上的电跟地下的电 其实是一样的电 都是大量的静电 只是量多量少的问题而已 可是即使到现在即使到1752年 其实这样子的电 它还是没有办法普及到 有办法用在民生用途 它顶多只是存在在科学里面 大家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可是这些现象有什么用 不知道 没有用 其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因为它来得快去得快 静电这种东西来得快去得快 它只能够瞬间的使用 瞬间的放掉 所以这样子的能源对我们来说的话 除非你做炸弹 不然没什么用 炸弹的目的就是快速把能源释放出来 就叫炸弹 可是这种东西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是没有用处的 所以一直到18世纪中 其实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办法 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留下真正可以使用的足迹 那可是有些时候 文明的发展就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 跟一些有远见的人 那甚至更多时候需要一些运气 跟需要一些想象力 这件事情一直到19世纪 严格说起来应该是18世纪末 可是我们大概都会直接讲19世纪了 化学电池的发明 才真正让电进入到可以使用的阶段 那所谓化学电池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谓的电池 到现在都还在用 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用 那现在我们用电池觉得 那个是很 这要怎么形容 很让人家觉得会愧对地球的一件事情 感觉上是这个样子 感觉上是这个样子 因为以一般的碳星电池来说 以一般的碳星电池来讲 制造一颗碳星电池所需要的能量 是那颗电池的几倍 有没有要猜猜看 我们送一个大一点的 我送一台自主式的红绿宝电池 回去自己开个道 二十倍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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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要拿一个那个 那个 砍价 五倍 错 十倍 错 一百倍 错 一百倍 错 五十万 哇 可惜了 十倍 五千 错 好 我们给一个人性 一千 到一万之间 五千 错 五千 错 三千 错 九千 错 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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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在缩小范围 要用举手的 一千 到五千之间 来 数到三 首先放下 數到三 三 我們看到那個嗎 很接近的 小一點 兩千 兩千倍 兩千倍啊 你可以想像嗎 換句話說你的能源使用效率只有兩千分之一 剩下的全部都是消耗掉的 而且坦白說 大部分的時候你很少把一顆電子用到完全沒電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用到電壓不夠 它就沒辦法再用了 所以電池在我們現在的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 人類應該要覺得很慚愧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如果正在歷史的角度來說 化學電池如果當初沒有發明 不會我們現在的生活 它絕對在歷史上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說 電池很爛不要怎樣怎樣 我們現在還是離不開它 我們必須坦白說 我們還是離不開它 那在19世紀的時候 在19世紀整個化學電池的發明 讓電正式進入到一般人的生活裡面 那這件事情我們必須從頭開始講 從什麼時候呢 從1786年開始講 1786年的時候開始講 1752年的時候 那時候富蘭克林發現天上的電跟地下的電是一樣的 事情又隔了三十幾年 很快你看我們只要花三四秒就可以講三十幾年的事情 到1786年的時候 有兩個很重要的人 一個叫福達一個叫賈巴尼 一般我們名字的時候翻譯成福達 然後單位的時候才翻譯成福特 因為它少一個A VOLTA跟VOLT 所以一般我們會這樣子來翻譯 那福達就是福特那一個 那賈巴尼 我們可能要先從賈巴尼開始說 很多人會認識福達 可是不太認識賈巴尼 等一下會出現賈巴尼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講 那賈巴尼的話 其實他是一個義大利的醫生 他是一個義大利的醫生 那其實我們回想在那個年代 在18世紀的時候 坦白說 醫生在那個時候是不被尊敬的 是不被尊敬的 所以醫生要順便理髮 那時候醫生要順便理髮 因為薪水太少了 所以他要順便理髮 所以現在早期 理髮品不是有紅色白色藍色 三個顏色的這樣轉的嗎 那就是當時的那個診所的 招牌啊 當時診所的招牌就是這樣子 因為紅色就是動脈 藍色就是靜脈 白色就是笨蛋 因為他要順便幫你理髮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那個 就變成理髮廳的一個招牌 早期的醫生其實他是 沒有辦法 在科學上不登大雅之堂的啦 因為方面 一天到來醫死人嘛 所以大家都不相信他嘛 那另一方面 醫學這個東西 在當時 在當時 大家還不認為它算是一種科學 當時認定的科學只有一個叫物理 連化學大概都還認為不入流 都還認為不入流 所以可以想像 假如你在當時的那個情況 他是一個醫生 可是他是一個非常有研究精神的醫生 他那時候 就在解剖青蛙的時候 他在解剖青蛙 然後結果他老婆就當他的助理 然後他解剖青蛙的時候 就把那個青蛙 大蟹八塊的 沒有到大蟹八塊了 沒有到大蟹八塊了 他那時候在解剖青蛙 然後就拿了一個銅鉤 把那青蛙掉在鐵架上面 結果他就一連這樣殺了好幾隻 然後他手腳很俐落 一連殺了好幾隻 那殺完之後啊 殺完之後 他本來還在那邊很認真的 在準備殺他第二隻青蛙 結果他老婆在那邊狂叫一聲 天啊天啊 發生什麼事了 嚇死了 結果那個青蛙復活的 他看到那隻腳在那邊跳 腳在那邊抽洞啊 對看到那隻腳在那邊抽洞 明明都已經鍍破長流了 你知道嗎 看到一隻腳在那邊抽洞 又又又 那個他老婆真的嚇到多門而出啊 那賈巴尼那時候 其實他第一個感覺也是嚇了一跳 真的是嚇了一跳啊 怎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對難道這個世界上真的 真的有鬼 真的有靈魂 還是青蛙鬼來報仇了 因為一天到晚殺青蛙 殺到青蛙鬼來報仇了 對 他自己是相信科學的人 所以他絕對不相信鬼神之說 可是他卻很明顯地看到了這樣子的現象 他很確定這隻青蛙已經死了 他很確定這隻青蛙已經死了 可是為什麼那個腿還會抽洞 那他那時候就很大膽的假設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們回到剛才所講的那個背景 萊兔品已經發明了 靜電已經知道了 然後也做出來相對的實驗 萊兔品也知道 我們可以用萊兔品來做很多很多的實驗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也知道 當你觸電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很明確的肌肉收縮的現象 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 當然死的必須是死沒多久啦 你去電木來他也不理你啦 你知道嗎 所以必須死沒多久的那種肌肉 他還是會有收縮的現象 所以他那時候 第一時間想到的事情就是 假設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靈魂 那他發現了靈魂了 這個靈魂的本質就是電 他認為一定是這個青蛙 他通了一個電流在那邊 通了一個電流 才會使他的肌肉開始抽洞 所以他一連續 就又殺了好幾隻青蛙 做一次可能是運氣嘛 可以重複的才叫做科學 所以他一連殺了好幾隻青蛙 然後用同樣的方法 拿了一個銅鍋掛上鐵架上面 哇一整排啊 又又又又 又的很整齊啊 哇他那時候就覺得很高興 他覺得他發現了一個 繼富蘭克林之後 發現了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 他把他命名叫做生物殿 他認為生物代殿 他把他命名叫生物殿 然後他就很高興的寫了一個 paper 然後投到英國皇家學會 在當時英國是龍頭嘛 就是投到英國皇家學會 然後那個學會的 一看到意大利 醫生 對 根本連看都不想看你知道嗎 直接就把他丟掉了 整個 paper 連看都不看就把他丟掉了 然後賈帆尼那時候 其實在等 等他的 paper 一直出來 因為他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發現啊 非常非常重要的發現 可是卻沒有一直登出來 所以他那時候就乾脆 好不等他們 他就再把那一個 他那一篇 投到意大利的一個醫學期刊上面 一登出來之後 不得了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 跨世紀的發現啊 馬上就看出來了 那一看出來之後 整個歐洲 幾乎為這件事情瘋狂了 因為生物竟然帶電 然後電竟然可以讓一個營死掉的東西 還可以有那種生物的那種感覺 他還會動 所以喔 當時整個歐洲幾乎瘋狂的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當然英國也收到這個消息了 那結果後來去幫忙收見了那個人 想一想 好像有印象有這個人耶 好像有看過這個 才去垃圾桶再找回來 啊 氣死了你知道嗎 早知道就把他看了 因為他連看都不看 翻一下而已 所以 當時賈巴尼 當時賈巴尼發現這件事情之後 哇 到處都有一大堆人請他過去演講 殺青蛙給他們看啊 不要看 不要你殺青蛙給我們看 那 英國當然也不會放過這件事情 就老遠的把他從義大利請到英國去 然後擺攤位給他 在英國皇家學會能夠在英國皇家學會演講的底下都是那種會員的不得了啊 那個人真的是讓人家佩服到極點才有本事上那個演講台 那當時他以一個義大利醫生的身份竟然上了那個演講台 哇 那個你可以知道那個其實對英國某些人來說是非常不爽的 一直底下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人 對 當時的電學首席大師啊 就是福打 福打他年紀輕輕 其實他就對電非常非常好研究 他是發明分電盤的那個人啊 早期的 不是早期也沒多早啦 大概一二十年前的車子都還在用分電盤 現在都噴射引擎的就沒有了 現在都電腦控制嘛 你還 旁邊如果在引擎旁邊有四顆的那一顆 那就是分電盤 那個分電盤就是福打發明的 而且他年紀輕輕 二十幾歲就發明那個東西了 所以他在當時 其實是電學的第一把交椅啊 首席大師啊 福打那時候心裡在一直在想 天啊我怎麼從頭到尾都沒有聽過這樣子的東西 他開始Google他腦袋裡面的東西 Google不到 Google不到 對不對 查無詞網頁 糟糕了 他怎麼會有我沒有聽過的電學的東西啊 所以 那時候當下第一時間 他完全沒有辦法回答到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他就看到賈巴尼 穿著一間實驗衣 在上面開始殺青蛙 縮腳非常俐落 因為不曉得殺了幾隻 然後全部掛起來 就看到鎖青蛙在那邊悠悠悠 那福打一看到啊 他沒有辦法理解 怎麼有辦法理解 他完全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直到靜電這樣子的東西 那靜電這個遇到水 他很快就會流失掉 怎麼有辦法持續的產生 他也沒有一個發電的來源 到底電是怎麼來的 除了賈巴尼所說的生物電之外 好像也沒有其他的解釋了 所以福打回去之後 他只做第一件事你最重要的 殺青蛙 對 殺青蛙 沒錯 大家都很清楚 回去自己先殺一次看看嘛 科學可以複製 所以他應該可以複製得出來 所以他連那個怎麼殺 對不對 當時沒有錄影機 不然他應該會把它錄下來 對不對 他連怎麼殺 然後用什麼樣子的青蛙 然後全部都把它整個複製下來 然後就把它掛上去 然後呢 他因為他沒有像那個 賈巴尼的設備那麼好 因為賈巴尼他專門在殺青蛙 他們都用銅鉤 因為銅鉤不容易生鏽 他沒有銅鉤 他用鐵鉤 他以前也沒想很多 用鐵鉤把它掛上去 就不管殺了幾隻都一樣 都不動 他覺得怎麼會這個樣子 不可能的事情呢 怎麼會這個樣子 後來他一直回想他所有的步驟 整個科學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剛才提到 科學有些時候需要點運氣 可是更多時候需要很細心的去觀察 對於其他這件事情 如果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可能覺得反正就是做不出來 可能那隻青蛙跟賈巴尼有心電感應 這樣子 所以只有他殺會動 我殺都不會動 他整個回想他所有跟賈巴尼 不一樣的地方 他發現就一個地方不一樣 勾子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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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巴尼用銅鉤他用鐵鉤 後來他自己就弄了一個銅鉤出來 掛上去 又了 又又又又又 哇 真的很高興 你知道嗎 他真的非常非常高興 他後來發現原來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他是有兩個不同的金屬 好 我們現在來重複一下 講 福達當時的那個實驗 殺青蛙 先不殺青蛙 先不殺青蛙 對 嚇死了 好 福達那時候發現 其實只要兩個不同的金屬 兩片不同的金屬 好 各位同學 我們可以先幫忙 把東西先扒下去 先準備一下 就那個銅鉑鋁箔 還有 還有那個 那個 電錶 電錶可以先下去 然後二魚甲線 衛生紙 食鹽水 我們可以先倒 那 在準備的同時我先做 好 那 我這邊有一個電錶 好 那這個電錶上面 你看到寫一個G 好 好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G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G是什麼意思 啊 這樣講 這樣講實在好 不是 這個這個大概很難猜 這個大概很難猜 這個G就是 Gav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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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 Gavonic 後來我們把Gavonic變成這一台 G 那個G就是Gavonic的第一個字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東西叫減流器 那減流器的話 其實就是一種微弱的測電流的東西而已 好 好 我現在 把它 我手上這邊有兩片不同的間鎖 一 稍等一下 對 他們都拿到 不然他們會好幾隻 好 這樣 好 好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那個 紅箔 各位 爸爸媽媽可能要稍微留一下 因為它會有點尖銳 所以小朋友拿的時候小心不要割到手 那個紅箔 小朋友在拿的時候要小心不要割到手 不要割到手 因為它會有一點 有一點銳利 會有一點銳利 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一點 好 那等一下 大家就可以先試試看 我先跟各位講 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 等一下 我們就可以自己來試試看 好 好 等一下 食鹽水 我們再分在杯子上面 好 再分在杯子上面 好 東西差不多可以都先發上去了 好 好 那 我們的工作夥伴在發的同時 順便就先繼續講了 那 福達那時候發現 只要是兩片不同的金屬 然後通過一個 這個 當時當然不是這樣子講 那我們用現在語言來說 就是 如果它通過一個電解值 它就可以產生微弱的電流 那這個電解值其實也不用 不用費心去找 我們就是電解值 我們身體就是一個電解值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電表 那個電表動就表示有電 現在沒有通電的情況之下 沒有通電的情況它不太會動 我只要手一抓 它電就來了 我就發電了你看 這樣就發電了 這個電好像沒有很多的感覺 來一點水 這件事情就是告訴你 為什麼手濕濕的不要摸電線 破錶了 可是會感覺 會有感覺 這沒事 你提醒了我 我可能會被電到 其實什麼事都沒有 沒有那麼嚴重 它就破錶了 它就破錶了 你看它那個電錶就破錶了 所以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 講把你 那個浮達當時發現的這個現象 那各位可以自己來試試看 當時這個就是浮達發現的 我們第一顆電池 就在這樣子莫名其妙的情況之下 被浮達發現了 好 好 那大家 我們現在可以讓大家先來試試看 在 1786年的時候 浮達所做的這個實驗 好 那 各位 手上 會有 會有一個銅箔 那我可以建議大家 把這個銅箔把它三等份 直接用剪刀剪掉把它三等份 直接剪刀剪掉把它三等份 直接剪刀剪掉把它三等份 因為不需要這麼長 你把它剪刀剪掉把它三等份 好 直接用剪刀剪就可以了 把它三等份 好 可以請爸爸媽媽幫忙 因為這些 這些 這些動作可能小朋友會比較 不那麼順手 差不多把它三等份 好 我們食鹽水有 有給他們嗎 好 那另外 我們需要兩種不同的金屬 一個金屬就是銅 另外一個金屬就是鋁箔 那這個鋁箔 你可以把它撕下來 一小片 差不多跟這個一樣大就可以了 它可以小一點點沒關係 小一點大一點 件事情也都無所謂了 可以用手吃也可以 可以用剪的都沒有關係 寫嘛 好 這是2百多年前的一個實驗 那你现在就有两片不同的金属了嘛 就有两片不同的金属 那我们还给你一张卫生纸 那这个卫生纸的话 其实你也不用用到一整张 也是湿一些下来 那可能要比你的金属再大一些了 它形状无所谓 湿得下来就好 那要比你的金属要再大一点点 然后把它垫在这两片之间 我们刚刚也讲到 它需要一个电解值 来帮忙它导电 就把这两个叠在一起就对了 我现在凑开来给你看 不过实际上你要把它叠在一起 那桶的部分跟铝的部分不要碰到哦 桶跟铝不要碰到哦 桶跟铝碰到它就软路了 它电就出不来了 所以在铝箔跟红箔之间 你就把它电上卫生纸 就这样子 对 然后铝跟桶不要碰到 所以你的卫生纸要稍微大长一点 对 稍微大长一点 稍微大长一点 没有关系就稍微大长一点 好 那你的 你的那个 那个 卫生纸 需要有一点点食盐水 好 我们就给你用食盐水 那我们的 冲作伙伴们 会给你一些食盐水 你就直接把它弄一点食盐水 好 那因为卫生纸可能容易破哦 你可以把它沾 用手沾食盐水滴在上面啦 因为你整个这样去拿起来 可能就烂掉了 好 你可以用手稍微沾一点点食盐水 好 然后把它整个有接触到金属的部分哦 它都必须要润湿 好 它都必须要润湿 好 这里吗 对 好 我们就把中间 中间的部分哦 把它沾上一些食盐水 好 那 这个食盐水没有关系哦 你碰到手也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就把它沾上一些食盐水 好 整片都湿掉了嘛 对不对 你再把它这样电上去 好 你的电池就好了 好 这样就是一颗电池了 可以把它电 可以把它电 好 这样我们一颗电池就做好了 好 这颗电池 当然这颗电池 你要想要拿来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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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随身听是不可能的啦 对不对 可是哦 你可以用你的电表量看看 好 你可以用你的电表量看看 好 那 我们都有帮各位准备一个电条 那那个电表 各位可以先把它调到电压的那个部分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电压的部分要怎么调 好 大家可能没有用过电表 你电表拿到的时候 就算是这个样子 在 在 右边 在 要稍微压一下 稍微压一下 好 几幅看 0.5 0.5 好 好 那 鱷鱼甲 鱷鱼甲 鱷鱼甲线有方便 好吗 鱷鱼甲线 对鱷鱼甲线 我们帮各位准备鱷鱼甲线 好 那你把三颗电池把它串联起来 我们给你鱷鱷鱼甲线 你把它串联起来 那包的时候 可能就要小心 因为 你的位置质可能会破掉 那你破掉 如果你的头碰到鱼的话 那便不容易 你只能放一组 你放两组的时候 它等于是一组而已 好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 可是它只能算一组 好 所以我们直接用卫生纸器就可以了 好 那你让它稍微压一下 让它的接触面积 大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电压品 会变得比较大一点 你会发现它的电压品 好 所以我们直接用卫生纸器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所谓串联 就是正极接负极嘛 所以你两颗电池的铜 其中一颗电池的铜 要接着另外一颗电池的铝 铜要接着铝 正接负嘛 正接负 正极接负极 这样还是串联嘛 好 我画给大家看 好 有哪个电池的铜 好 好 这也有哪个电池 很飞 很不错 其实 也是 有哪个电池 我这也有da 很不错 有哪个电池 不错 一定 我这也就是 其中一 不错 我一直给其中一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 你這樣就一顆電池了 那你所謂串聯 就是鱷魚夾接這一段 把鋁接上口 這樣就是串聯在一起 然後另外這兩邊 你可以再去量它的電壓 甚至你如果可以的話 接上一顆燈泡 如果三顆的話說不定你的LED燈就會亮 那你的LED燈 有沒有發給大家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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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喔 你這邊不能電衛生紙 你直接用電線接 因為這樣子才是讓它接通電流 你如果電衛生紙的話 電衛生紙的話 那個電子是沒有辦法通過那個衛生紙的 電子只能通過電線 沒有辦法通過電解值 好 所以這邊一定要用電線 你不能電衛生紙 電衛生紙是沒有用的 好 要電的是電線 好 要電的是電線 當然有一些人技術好一點 直接把這個疊上去也可以 你直接把它疊上去也可以 可是疊上去你就不能短路 不能讓它短路 對 就是讓自己的銅 同一顆電子的銅跟鋁不要碰在一起 對 同一顆電子的銅跟鋁不要碰在一起 你碰在一起它就短路了 好 那我們有給你兩種 兩種電器 你可以試試看 對 自己的銅跟鋁不要碰在一起 那我們有給各位兩種電器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給你一個音樂IC片 等一下 他可以想的 有些人可以 三顆電子就有辦法讓他想 好 那這個音樂IC片 這個音樂IC片 紅色原則上都是正極 黑色都是負極 所以不要接錯了 我們的正極都是銅 我們的正極都是銅 那鋁的話是當作負極 紅的話是正極 鋁是負極 那原則上紅色 紅色都是正極 黑色都是負極 好 那LED燈有給大家的嗎 有 對 大家手上還有一顆LED燈 好 那LED燈的話 LED燈的話 它也有正負體質燈 長角是正短角是負 長角是正短角是負 正負極接受 那是不會有動作的 正負極如果接受 它不會有動作 那 這個音樂IC片 音樂IC片的話 這個是半成品 所以大家如果要方便的話 你可以現在坐了 也可以帶回去 你把這個線頭剝掉 那我們有給你兩個鱷魚夾頭 你直接把它接上鱷魚夾頭 可是需要工具 需要接水槍 你把它固定起來 那當然你這邊如果不保險操作的話 你就直接再用鱷魚夾線來夾也可以 直接用鱷魚夾線來夾 那我們有給你兩個鱷魚夾頭 你可以把這個鱷魚夾頭把它捏接上去 這樣子的話你就比較方便去夾它 沒有,L1燈你就直接把它接溯就可以了 直接接溯就可以了 那有辦法驅動電器 那個就需要一些技術了 可是你用電錶一定可以量得出電壓 可是能不能驅動電器 就要看每個人的技術不一樣了 有些人真的可以 那有些人的話就是怎麼試都沒辦法 那如果你會失敗的話 你就要回想一下整個原理了 第一個我們剛才講到的 兩片不同的金屬 那中間要有一個電解池 那這一個電池 單一顆電池裡面的銅跟鋁 你不能讓它碰在一起 因為碰在一起它直接就短路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弄到最後衛生紙破了 它就碰在一起了 或者是你的衛生紙可能不夠濕 它的內電阻也會比較大 或者是你沒有接觸的 接觸面積沒有很大 也就是說你的鋁 或者是你的頭可能都翹起來了 接觸面積只有一點點 那它的電池會比較小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 可以有人可以讓你的 不管是LED燈亮或者是音樂ICP的叫 只要有聲音就好 我們送一個入路 有聲音了 成功了 有聲音了 送你一台的尿電池 這一台很貴 有聲音了 原則這三個 你可以聽到一些聲音了 可是可能還聽不到歌 因為它的電流還不夠大 可能還聽不到歌 我們等一下會再來搞 我記得像是 不曉得是聖誕快樂還是聖誕快樂 不管是耶誕節還是聖誕快樂 我忘記了 反正它裡面是一首歌 它裡面有一首歌 可是如果電壓不夠的情況 應該講勾屁不夠的情況之下 它就只有啤啤聲而已 對它就會有啤啤聲而已 它沒有辦法有歌出來 它只會有啤啤聲 已經有一首成功了 只要有聲音就可以了 這也是有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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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嗎 這個嗎 好 那這個給你 紅色街頭 黑色街旅 紅色是正極 我們看到所有的電器 原則上 紅色這一段都是正極 黑色這一段的話 都是負極 如果沒有特別的強調 我們都是這樣子的默契 所有的電器 但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我們喜歡正的東西 所以你心目中只要是正向的東西 基本上很多貴在正 紅色啊 北邊啊 長的啊 男生啊 那個都叫正 這是一種習慣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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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來來來 我們眼鏡有兩組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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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大家就一邊試試看 我進度就繼續往下 不然我們時間會不夠 好 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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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看 接下來的故事 故事還沒講完對不對 大家都忙著做實驗了對不對 好 這個是當時 那個 福打所做的實驗 所以福打那時候就發現 根本就沒有生物電這件事情 根本就是騙人的 假裝你是騙人的 為甚麼沒有生物電 它是因為那一個 那一個銅 它當時用的是銅跟銀 好 不是 忘記我講錯了 它用的是銀跟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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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銀太貴我們給你銀 效果差不多 差不多 它用的是銀跟銀 基本上只要兩種不同的金屬 它就會產生微弱的電流 它就會產生微弱的電流 那重點是 這樣子微弱的電流 是不是真的可以讓青蛙腿抽動 我們現在當然不殺青蛙 可是我曾經殺過一次 所以我給大家看影片就好 我把它叫賈巴尼的蛙腿 你看它腿真的在動 就這樣子微弱的電流 它那個蛙腿真的會抽動 我們可以確定這隻青蛙 應該是歐蜜陀佛了 對 應該去找上帝泡塔聊天的 對 可是它那個微弱的電流 它蛙腿真的就會抽動 所以當時賈巴尼所發現的 那一個現象 當時賈巴尼所發現的 那一個現象 很有可能真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福達那時候 真的大師就是大師啊 他這件事情千千後後 花不到幾個禮拜的時間 就讓他發現這個現象了 他就很快的 隔了幾個禮拜之後 這麼大聲 對 他就隔了幾個禮拜之後 然後就到英國華家學會 擺了第二次的擂台 跟大家講說他已經 戳破賈巴尼生物店的秘密了 哇 那時候物理學界 你可以想像那個 有多麼的激動這件事情 因為第一個 英國本來就自豪為科學榮頭 再加上又是一個義大利的醫生 然後做了一件 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的事情 而且在當時 電學是顯學 在物理學 電學是顯學 那 所以齁 那時候 那個福達辦了第二次的擂台的時候 一下爆滿了 全部都爆滿 全部都爆滿 所有人都來看福達要怎麼打敗 角巴尼 角巴尼當時也在場 他那時候就做了這些實驗 一樣殺了青蛙 然後拿著鐵包把它掛上去 你看沒有一隻青蛙在動 一模一樣 為什麼沒有青蛙在動 後來他才又講了 那我如果把它換成銅弄 青蛙盆就動了 然後他就講說 其實所有的電 根本不是生物發出的 這個電 就是大家現在所做的這個實驗 因為不同的金屬 結束產生了微弱的電流 這個電流才使得那個青蛙盆在衝動 他講完之後 你要不然底下所有人 狂喝采 太厲害了 福達這個大師就是大師 出手就是不一樣 物理卻卻搬回一層 那本來他還在那邊 享受大家的掌聲 他有說 賈巴尼就出來 你知道嗎 然後推 用手飛車 推了一個東西出來 上面蓋了一個黑布 就這樣推出來 他本來想說 賈巴尼要認輸耶 你知道嗎 那時候 賈巴尼就直接跟福達講 福達啊福達交通 真的太厲害了 短短的幾個禮拜的時間 竟然讓你發現 真的無話可說 可是 我現在先姑且 不論這個電池 到底是運氣好 還是 還是真有此事 我先不管這件事情 因為我也不懂 好 我們先來看另外一樣東西 他把那個布一拉開 裡面看到一條魚在那邊有 帶一條魚 那福達那時候 心裡就想說 現在在幹嘛 上次殺金蛙 這是要殺魚嗎 然後腳飯就跟他講 沒有沒有今天不殺生 今天不殺生 對 我只希望福達教授 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就好了 請你把手 放到魚缸裡面 然後跟大家說 你發生了什麼事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幫我做一個實驗就好了 好 那時候福達想都沒有想 你知道嗎 手就伸到魚缸裡面了 對啊 想說那有什麼 對不對 他一伸進去 嚇了一跳 整個人往後退 然後跌坐在地上 底下很多人還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就大概一瞬間而已 還沒目隔離 欸 怎麼了 怎麼怎麼怎麼 怎麼 怎麼福達教授跌坐在地上 你知道嗎 那其實假巴裡有點不太好意思 就去把福達教授扶起來 對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這樣子的 可是 這是科學 我只希望福達教授跟大家講 你發生了什麼事 福達很清楚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一輩子都在更電為伍 他很確定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很不想講 可是基於科學 他一定要說實話 他就是要跟大家說 我被電到了 哇 他底下人從一片寂靜 到開始嘩然 然後他開始焦頭皆餓 然後整個現場亂成一團 然後最後福達還叫他安靜下來 然後他把棒子交回給假巴裡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給我講清楚 那假巴裡其實那時候也很不好意思 就跟福達道歉 其實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真的很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回去之後 不斷地在研究神物店這件事情 然後呢 前一陣子剛好有一個他在南美的朋友 然後當然那時候沒有打電話 因為我們很習慣的說 打個電話給他 email給他 沒有了 那時候輾轉 把那個消息傳到 那個假巴裡身上 那假巴裡知道 他運了一隻魚來給他 這隻魚叫變賣 原產於南美 對不對 他那個腦袋裡面 這邊有兩顆肉 會發出巨大的電流 可以電死生物 然後他講了一大串 證實真的有生物電的存在 而且你在那個檯子上面 沒有看到任何的金屬嘛 所以你不用擔心 這不是你所謂的這個電池的東西 哇 那個底下人聽的人如痴如醉啊 怎麼會有這種生物啊 他說我也不知道 原產於南美亞馬遜 對 我們沒有人看過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生物電真實存在 結果沒想到這個擂台 原本是輔達要幹掉假巴裡 假巴裡又贏了一次 連續贏了兩次 真的生物電他完全沒辦法解釋 這個電是怎麼來的 除了生物電之外 他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輔達這個時候 就真的很懊惱 他這次就真的 不是回去幾個禮拜的事情了 他回去認真研究了好幾 好幾年的時間 到1799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1786年 到1799年的時候 隔了13年的時間 他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裡面 他真的去很嚴謹的把這件事情 把他研究了一次 當然生物電他沒有辦法理解 他沒有辦法理解 可是他對他的電池很有信心 我的電池絕對是對的 所以他那時候 就把他的電池 從頭到尾的很嚴謹的把它分析過 包括哪些金屬跟哪些金屬疊在一起 產生電比較大 普達序列都把它列出來了 活性比較大的 會產生電子 活性比較小的 會當作鎮起來使用 這當然是我們現在的語言這樣講的 我們用我們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 在1799年的時候 他就正式發表了普達電堆這個東西 可是已經隔了十幾年的時間了 那時候他發表出來之後 他發表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人對這個東西覺得 這不可思議 這個東西絕對 絕對會改變人類的生活 他絕對會改變 很多人都已經看到了這個圓景了 他絕對會改變人類的生活 包括在當時的物理學 幾乎所有人都在研究這個 全部人都在研究這個 然後有些人就是把他那個電池 疊了一大堆疊了幾十個幾百個 然後去到處墊東西 代偉就是做這件事情 把他遞了師父 代偉就是拿了這個東西 墊了一大堆東西 後來變成化學大師 所以當時整個 包括物理學界 包括化學界 全部都在 都在玩普達電堆 全部都在玩普達電堆 所以那時候 普達確定 他的電池其實是有頻有距的 絕對不是運氣好的 他擺了第三次的擂台 十幾年之後他擺了第三次的擂台 可是那個時候他一上台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 我們要在這邊非常非常感謝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賈巴尼 可是賈巴尼已經在前幾年死了 他是幾年前死的 我們看一下他的歲數 一七九八年 就差那一年的時間 他在前一年死掉 就差那一年的時間 他看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普達在發表這個演講的時候 就請大家 跟他一起為賈巴尼默哀 如果不是因為賈巴尼醫生 這些東西不可能會發生 因為賈巴尼醫生的刺激 才使得他願意在這件事情 這麼去投入 所以他這個故事 其實在科學史上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故事 科學界其實很多時候 是一個競爭的世界 是一個很殘忍的世界 只有第一名沒有第二名 在科學界就是搶頭彩的世界 所以會遇到像這樣子 欣欣相惜的人 真的不是那麼多 真的不是那麼多 所以這一段歷史 其實在科學上 是很重要的一段歷史 在科學上是很重要的一段歷史 在1799年的時候 我們認識有一顆電池 混世了 這一顆電池 後來改變了人類所有的生活 當然這是另外一段故事 在19世紀一開始 那是另外一段故事 化學電池 我們這邊講的 這個東西就叫化學電池 包括我們現在所用的電池 基本原理都還是差不多 只是原料換 只是原料換而已 基本原理其實都還是差不多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可是化學電池有它一個瓶頸 有它一個最大最大的瓶頸 因為它需要靠化學方法來發電 所以原料會有用完的時候 然後呢 會有很容易失敗的時候 因為化學反應 完全遵守墨非定律 所謂墨非定律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失敗 你永遠不知道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有太多太多的環節扣在一起 所以化學發電從理論上來說 它的功率是有上限的 它上不去 化學電池它是有一個上限在那邊的 你最大就只能做到這個樣子 可是隨著人類 隨著人類所需要的能源越來越多 然後對電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了 對電的需求也開始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們開始在想另外一個方法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所有人開始在想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發電 如果我可以用物理的方法來發電 理論上它可以做到極大使 而且無限大 我如果用物理的方法來發電 也就是說單純做能量轉換就好了 物理論上可以做到無限大的能量 所以當時候所有人崩潰在想 用什麼方法來物理發電 桂冠都在他身上 馬拉蒂 桂冠都在他身上 當然他絕對不是獨立完成的 他有很多的前輩 那這些前輩的故事我們就不說了 那1831年 還記得我們1799年 我們用1800年來算 四個三十年之後 才正式物理發電才問神 1831年那時候 馬拉蒂發現電磁感應 1831年的時候 馬拉蒂發現電磁感應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當時 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回想 那這是另外一個主題 以後有機會再跟各位講這個主題 那我要說的只是 這個物理發電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我們發電的主要 從1831年開始 一百多年了 其實我們人類坦白說 發電沒什麼進步 我指的是原理 沒什麼太大的進步 原理都一樣 只是差在能源的不一樣 能源的選擇不同而已 我們用不同的能源選擇 我們用了不同的裝置 讓它的效果更好 可是基本原理都還是一樣 都還是電磁感應 所以在1931年那時候 巴拉蒂發現電磁感應 100週年紀念的時候 那時候 艾伊斯坦就跟他講 其實這件事情 對人類的影響有多大 我相信大家現在 不會有任何的意見 在當時物理發電的發明 所以物理發電 我們再回到現在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所用的方法 幾乎都是用物理發電的方法 也是用電磁感應來的 只是用了不同的能量 去推動那一台機器而已 用水力就叫水力發電 用火力就叫火力發電 用核能就叫核能發電 用紅就叫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 只是用了不同的能量轉換 基本原理都還是一樣的 那我們利用水生器來推動這個 這樣子的能量轉換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沒有 效率的一個方法 因為它需要通過很多很多不同的轉換 你要先把化學能變成熱能 熱能再讓它變成水生器 水生器再讓它推動產生動能 動能再去推動發電機讓它產生死 再去做電子感應再把它變成電 電再來做傳輸 再來做變壓 再來做整流 一大份下來 其實那個能量轉換效率是很低的 好 猜猜看 以一般的火力發電來講 我們的轉換效率有多少 兩百 轉換效率兩百 我們來送一台紅力發電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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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少一點 三十 十 三十 三十 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有些時候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那些是可學能詳細的一張圖 就更明顯了 發電機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只有百分之七十被消耗掉 都沒有用 全部都是浪費掉 然後只有百分之三十變成電 這百分之三十還不是你用的 再經過傳輸 再經過我們的電氣的消耗 最後到末端不到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全部都是浪费掉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换个角度来想 今天的报纸又除了那个核四通过 红四水家预算通过了 被国民党那个多数捷表决通过了 然后已经破世界纪录了 就是我们的造价是全世界最贵的恒能发电厂 我们要觉得很骄傲 我们有个全世界最贵的恒能发电厂 每瓦的成本是四千美金 今天报纸写的不得了 一瓦发电成本是四千美金 那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我们常常会想说 地不够了再盖一座发电厂 不敢是什么发电厂 总之在盖一座发电厂 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回到一个原点来看 假设假设 假设我们有办法把它百分之十 不要太多百分之十五就好 增加百分之五就好 这什么意思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电厂再多一半出来 那还会不够用吗 对不对 那还会不够用吗 那甚至我们如果可以把能源总盘效率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等于台湾的电厂翻倍 会不够用吗 对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这些技术不是我们做不到 有些时候是 我常常这样子形容 这个世界不是科学决定的 是经济决定的 经济决定了这个世界的走向 有些时候真的是经济在决定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的一个转换效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大部分的能源都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浪费了 真的是把它浪费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去讲说 你要用比较高效率的那些电气来替代 只要那个电气可以从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你就从某些角度来说 我们不要说省钱 因为有些人算一算买较好 因为你前期投资要很多 那我们如果不要去讲这件事情的话 它的确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的能源 而且是半倍在成长的 它就是用倍数不是几成的 也是倍数在成长的 那这个观念其实 慢慢的已经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尤其是日本 日本这几年 大海啸之后 311大海啸之后 其实他们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有感触 因为全国限电 全国限电 所以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愿意去花更多的钱 去买省能的电气回来 那我的经验告诉我 没有错 LED灯的确很贵 一颗现在最便宜要200 现在的紧错型灯泡 比如所谓的省电灯泡 那省电灯泡现在一颗已经低到不到100块 就可以买到一颗 而且是有品牌的 那这样子的比较情况之下 你会觉得你要多过两倍的钱 而且还不够亮 对不对 还不够亮 你如果走过你就知道 虽然他会说会跟省电灯泡一样 可是实际上真的还是不够亮 真的还是不够亮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就会去思考了 那我真的要花这么多的成本 先花个几千块 然后再去省那些钱 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 其实真的会有什么 我就把我家的客厅六颗而已 六颗而已 换成省电灯泡 然后呢 我家的两台饮水机 装上电磁器 各开一半 因为晚上一台不用了 白天有一台不用 晚上就开房间的客厅就关掉 就直接用电磁器而已 然后呢 白天的时候就开客厅的房间就关掉 我就做这两件事情而已 我前期投资的成本下去大概一两千块左右而已 我光第一期我就回收六百多块了 因为台电会回馈给你 给你省了百分之十几 他就回馈给你 他就省了十%给你了 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如果可以提高安能力使用效率 其实远比盖电厂的速度要快多了 真的要快多 这是我们其实民众必须要去改变的一个观念 当然如果可以从源头更好 就是发电厂那边 发电厂那边是源头 源头如果可以改那更好 只是源头不改的情况之下 因为经济嘛 你说我们现在只能做到三十吗 我绝对不相信 可是为什么不做 你要重新盖一间 哪有那么多钱 你以为不肯 因为一个火力发电厂 至少用个三五十年 时间还没到就没办法改型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容易可以做得到 在能量的使用上很容易做得到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燃料电池 那燃料电池 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所谓燃料电池 我们前面所讲的 是先把化学能 然后把它先变成热能 热能再变成冻能 再经过一大堆乱七八糟 我也搞不好金属的转换 最后变成电能 所以中间都浪费了 浪费百分之七十 可是我们如果直接可以把化学能转变成电能 直接把化学能把它转变成电能 其实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所做的浮达电池 可是效率要更好 因为它是固体 它是金属 它效能没有办法到那么好 所以理论上它就真的可以做到更大更大的滑电效率 那燃料电池如果我们真的去算它的话 它的化学能力效率可以高达百分之八十 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百分之八十的能源使用效率 它只有二十个浪费掉了 八成我们都可以用到把它变成电 所以燃料电池其实这个东西 也不是现在才发明的 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这不是什么新科技 其实燃料电池不是什么新科技 1839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只是在当时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商品化 因为受限里太多太多材料上面的问题 一直到1959年 它隔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我们才真正把它用在一个商品上面 走出实验室 然后变成是一个商品化的东西 一直到一百多年 所以现在我们的 燃料电池最早的使用 其实在开工所里面 因为太空说什么东西都要斤斤计较 因为它不在乎钱 因为上去之后人命比钱重要 因为上去之后什么都没了 所以你所有东西都要能够不断的再利用 所以燃料电池 尤其是我们讲的轻氧燃料电池 轻氧燃料电池 它最后的产物只有一样东西 水 所以那个水其实有部分 太空人的你用水就是喝那个水 直接用燃料电池所做出来的水 有一部分就是直接用那个水 所以它是可以不断的再利用的 不断的再去利用它 那这个是燃料电池的一个起源 跟当时的废景 在当时的废景 大家觉得不需要 因为有石油 石油那么方便 为什么还要去用燃料电池 所以其实燃料电池 虽然在一百多年前就被发现 可是并不会受到重视 一直到最近这几年 大家才开始又回去看那些东西 发现不行了 我们一直依赖石油不是办法 而且已经不单纯是石油的问题 还有很多很多污染的问题 这些污染已经呈现出来了 已经慢慢的呈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又回去看燃料电池 又开始看燃料电池了 所以燃料电池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会被它那个名词 有点误导 因为所谓燃料电池 它其实不是一种电池 它是那一类的电池 都叫燃料电池 只要它是用燃料 它是有点像是 我们的引擎那种感觉 我们的电池用完就丢了 它不是 用完之后你加燃料进去 那个加气油进去就好了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汽车的那种感觉 你就直接加燃料进去就好 加化学物质进去就好 它就可以不断地一直在反应 所以所谓燃料电池的概念 就是这个意思 你只要把它加燃料进去 那这个燃料 这个燃料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你可以是氢气 可以是钾醇 可以是天然气 基本上任何东西都可以 可是它绝对不是直接使用 其实一般来讲 它是把那些燃料把它分解产生氢 把那些燃料分解产生氢 把那些燃料分解产生氢 所以一般来说一定都是有机物的 有机物里面才会有氢 它是把那些燃料 经过了一个塑煤转换 先把它改变成氢 然后再用氢氧燃料电池去用它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燃料电池的种类很多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大家在讲什么 最主要是这两种 尤其是甲醇燃料电池 前一阵子的那个discovery 还是那个国家电影频道 我忘记了 我这一系列播了好久 都在讲这个东西 而且是甲醇燃料电池 因为我们最早都是紫屎交换膜 紫屎交换膜的成本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啊 高到其实绝对没有办法商业化 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 后来出了甲醇燃料电池之后 那个成本低很多 可是当然它的效能没有资质交换膜好 可是它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所以这个是主要的方式 用资质交换膜 那它的我们刚才讲的 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子 它先把那个燃料变成氢气 氢气它通过那个电极的组合 它会电池 电池跑外 电池跑外电路 离子跑里面的电解值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所以我刚才说 这边一定要用电线 因为它是电池在跑的 电池不会游泳 电池是焊鸭质 它不会游泳 所以你用水给它 它过不去的 然后它最后只留一个产物 就是水 就是水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教各位做一个燃料电池 好 我们先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好 各位手上 各位手上都有 碳棒有没有给他们的 好 我们先发一下材料 我先示范给大家看 好 那 我们给大家的 大家的那个那个电解 我们用最省钱的方法来做 好 我们用最省钱的方法来做 好 烫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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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棒是我们最喜欢用的电解 早期我们在 我记得他所在 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有做过这个实验 就是要给我们的电解 化学系所用的电解 我们不缺钱嘛 对不对 我们都用白金了 我们都用白金当电解 不得了白金了 我们都是用白金当电解的 好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找白金了 白金发下去的话 那个 中央就倒了 我们给大家的是烫棒 好 烫棒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的电解 那这个烫棒哪里来 好 给大家另外一个概念 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颗电池 其实是非常耗门的东西 它使用效率不到两千分之一 不到两千分之一 所以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东西 都可以重复在里面 好 我们的烫棒其实 这个是碳芯电池 各位如果要拆的话 只能拆碳芯 绝对不可以拆碱性 理论上碱性你也没办法拆 因为它完全封起来 它完全封起来 那 这个是一号电池 正常的情况之下 正常的情况之下 它外面会有一个铁皮 那如果是一些 大陆品牌的电池的话 它是用铁 它没有铁皮 这个铁皮是没有用的 这个铁皮 它外面还会有一层 那个 那个塑胶膜 没有 其实严格说起来 我们 我们所谓 所以你要拆 第一个一定要是没有电的 你要拆没有电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 你绝对不要拆有电的电池 有电的电池 拆下来其实真的会比较危险 没有错 那第二个 要给大家另外一个观念 我们常常会觉得 所谓回收 就是有毒的要回收 其实回收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是资源再利用 第二个才是有毒回收 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碳性电池来说 坦白来讲 其实它没有什么毒性 我必须这样跟你讲 当然有没有毒性 是量的问题 你水喝它就都会中毒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东西 有没有毒 其实跟这个东西 本次的性质 没有绝对的关系 是量的问题 那如果量不多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并没有 我们想象中的毒性 它里面拆开来 我们拆给大家看 你就知道了 这个电池 我已经不晓得拆了几百克了 我只杀过一次而已 我只杀过一次 电池拆比较多 它外面 它主要的成分只有三个而已 它主要的成分有三个 第一个是 这是它的容器 这个容器其实也是它的反应物 就是那个活性大的尖属 我们是用心 我们是用心 固定位置 这样我们就不用一直抓你 这样子哦 是啊 没有,我们现在用我们的 但是找到固定位置 对 因为走来走去 我们同学一直在抓你 所以这很讨厌就是 老师不要乱跑 我现在只能在这边不动啊 现在以后要画一个那个 请坐 请坐 好,我坐这好了 好 那各位哦 你如果把它拆开 它里面只有三样东西啊 一个是中间这一根 正极这一根电子式摊棒 那你只要把它夹住哦 转转转转转转 它就生出来了 这根摊棒就出来了 这根摊棒就出来了 对,就是那一根 可是因为大家量太多 我没办法拆那么多颗 所以我是用买的 所以你们的摊棒是用买的 我只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做 其实只要拆一号电池就可以了 这个规格跟那个一号电池是一样的 这规格是一样的 对 这个它不是消耗比 它当电极而已 它没有当反应物 所以这一根电极的话 它可以重复的一直拆去使用 然后第二根呢 就是它里面黑色的部分 它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就是它的电解值 它现在的话完全都干掉了 这个电解值其实它没有毒性 大家不用太担心 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是绿化胺 加上碳粉 然后加上一些淀粉 把它弄个糊状这样子 对它一样东西 二氧化膜 再加上二氧化膜 这些东西基本上 它的毒性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只要量不大的情况之下 它的毒性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那这个都是很便宜的东西 这电解值 那干了之后它就粉粉的 那如果是心的它是糊状的 它是糊状的 对它需要有水 糊状的 那第三个就是这一个壳 这个壳就是心 这个心壳它当负极 也当容器 当负极也当容器 所以各位如果有常常去买那种大陆的那种电池 很便宜的 你发现中进去没多久它开始捞腾了 对对对 一颗才一块钱多一点而已 对不对 你大量买的话一颗大概五块钱多 我指的是那种三号电池 一般三号电池的话一颗才一两块钱而已 很便宜啊 便宜到爆 很夸张 对 为什么会那么便宜 就是这样子啊 全部都是日本品牌 整个回收回去之后 最贵的东西就是这一个 心 全部最贵的就是这个材质 整个回收之后再填充 所以它的心够不够厚了 它的心壳都不够厚 因为它当容器用 所以心壳不够厚的情况之下 它电池就流出来了 所以它会那么便宜 就是因为它把最贵的东西 用几乎不用成本的方法拿到了 所以它给那么便宜 所以它会反应就行中 那个血是会被消耗 对 它会慢慢的一直消耗掉 所以它越来越薄 最后它就会流电解液出来 所以正常的情况之下 应该反应完 这个应该是过量的 可是因为它是用回收的 所以它都太薄了 最后它就整个都不见 我那时候带学生做这个实验 我们学生就有 就有拆过好几个 拆开来之后完全没有心壳 完全都没有心壳 全部都不见了 因为它都是回收的 都是回收的 电厂的话应该是新的 对 一定是过量的 对对对 因为它要当容器 它在制作上面 为了要节省它的成本跟制成 所以它直接把这个反应物当容器用 所以这个反应物 它本身也是一个容器 本身也是一个容器 所以我们现在手上有 碳棒 有碳棒 有碳棒 然后呢 我们需要 让它产生 氢气跟氧气 可以帮我牵 旁边拿一摊 我可以一边做 大家也一边做 所以呢 加油 现在各位手边 我们给它发下去 应该会有那个 碳棒两根 然后再给你一个 一个那个 那个 底片盒 一个底片盒 哇 这个底片盒很珍贵的 对对对 现在你要不到了 现在要不到了 现在你如果去底片盒 不是底片盒 不是底片盒 去那个照相馆要 它不要 它不给你了 一个卖三块钱 对 现在要算钱 以前不用钱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要了好多回来 可是现在已经纯粮快用完了 那你把它放进去 你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需要一个电解值 那个 轻氧化纳 我们给各位的电解益 是轻氧化纳 那轻氧化纳 我们泡的浓度很低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你手摸到的话 其实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你会觉得滑滑的 除非你手上有伤口 不然是不会有事的 各位不用担心 虽然它 它名称上面叫做强碱 可是大家一听到 那个名称会吓一跳 会让 会让你受伤的 不是强碱强酸的问题 是浓度的问题 浓度才是最危险的 轻氧化纳 不管浓度多高 它就叫强碱 那 醋酸 不管浓度多高 它就叫做弱酸 可是浓度高的弱酸 也是会捕食你 浓度低的强碱 是对你不会有其他的影响的 所以大家不要问 其实浓度才是关键 那我们等一下会给大家 低浓度的轻氧化纳 那 浓度的话 那我们配的是0.3M 如果在场有老师的话 我们直接给你数据 我们原则上是0.3到0.5M左右 那这个是 这个是实验出来的结果 这是实验出来的结果 这样的浓度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太高浓度 其实 它在电解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方面会有一些不反应 用化学 很难避免 那另一方面 它的速度会太快 等下放电的时候 它的速度也会太快 所以一般我们 在用的时候 大概是0.3到0.5M 好 那我们等大家 发下去的同时 我就先电解给大家看 那各位还会拿到一颗9伏特的电池 等一下大家就用这一颗来电解 因为为了方便 我们就直接给大家一颗9伏特的电池 所以等一下大家手边 会一颗9伏特的电池 那等一下我就不用9伏特的电池了 我只用电源 因为我就不要浪费那么多电池 好 那 我现在 倒氢氧化拉进去 倒氢氧化拉进去 等一下大家 自己可以先试试看 好 那所以 因为我已经 把它有稍微固定住了 那大家因为我们现在人手多 其实也不用固定 因为等一下那颗还要再用 好 那我现在把它电解 我们的氢氧的来源 我们就不用燃料了 我们哪有那么多燃料 其实不用盖子 那所以我把它固定住 因为 我必须用一个人可以操作的方法 来设计这些东西 好 所以 我现在把它电解 那等一下大家 你可以先试试看 好 那 那 基本上你可以不需要 那个 好 你可以 你可以不需要 不需要用二语夹 好 你只要那个 久不得电子直接放上去就好 好 那你如果要夹的话 可能你要用那个美工刀 然后把那个碳棒稍微消细一点 不然加不起来 好 像消钱笔这样子 把它消细一点 好 把它消细一点 好 那你电解的过程 你大家先试试看 好 我先出到这边 然后大家可以先试试看 有电池吗 有 有电池 有电池 好 那氫氧化钠 你可以就把它 那 底下那两根 那个 两根碳棒不要放在一起 好 好 那你把它放上去 比较突出来的 比较大的这个 凹槽比较大的这个 凹槽比较大的这个是负极 凹出来的是正极 抛进去的是负极 凹的是正凹的是负 可以通什么东西啊 啊 通什么东西 就是他 他的那个 他可以那个吗 他可能通很久 你怎么办 你说 你说驱动电气吗 对 对 我们这样子做的话 不太可能可以驱动很大的电气 这个都是一个很简略的实验 好 好 好 LED灯 跟我们刚才给你的那个 音乐还系片 OK 好 大家先电解 好 你可以电解的时候 你注意看一下 他是有开始冒胖 有没有开始冒胖 看一下正极父亲 有没有开始冒胖 对 当然要撕开 电子当然要撕开 好 先解释一下 你要看帮怎么绑 不用绑 只要把它放着就好 因为我们人手多 就 有一个 请爸爸帮忙拿着 然后另外一个固定就好 对 因为固定 固定的话 其实你回去 你只要中间把它放上一个 可以像那个 吸管之类的东西 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开始产生气胖 好 好 我们问一个问题 正极的气泡 比较多还是负极 你有看出来吗 正极的气泡 比较多还是负极 负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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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极比较多 负极比较多 送你一台风力发电机 负极 负极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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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帮你写一下 负极的话 他产生的其实是 那這幾的話氣泡比較少一點 那這幾其實產生的東西是氧氣 你仔細看一下這幾個負體氣泡量不太一樣對不對 氣泡量不太一樣 那你會發現它上面開始有一點點的氣泡 它會附著在那個碳棒上面 它會附著在碳棒上 它會附著在碳棒上 那附著在碳棒上就表示它現在已經有燃料在上面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它當作電池來放電 它就是一顆電池了 你現在才做為了一顆電池的 它的燃料就在上面了 我們利用碳棒上面的縮桶結構把那個燃料抓住 好,一樣負極還是當負極,正極還是當正極的 好,它就變成一顆電池了 這就是最簡單的燃料電池 好,充完電池後 然後你再把它 你的音樂IC片再把它放上去 一樣齁,正極還是當正極,負極還是當負極 正極接紅色,負極接黑色 你要把它叫來 這就是最簡單的燃料電池 這一個就是燃料電池 好,它可以叫多久呢? 大家可以試試看,看你叫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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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看成熟了 比較好,最簡單的燃料電池 這一個是燃料電池 十分之一,這一個是燃料電池 第二次燃料電池 第二次燃料電池 一燃料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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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大家都可以成功嘛 如果你會失敗 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你底下的胖胖放在一起 那你如果用LED燈的話 你會發現它只會亮一下馬上就沒有了 它就亮一下而已 一下就馬上就來了 那各位的燃料電池 理論上它的電壓可以到2幅度左右 可能實際上大家可以做大概1幅度多一點 大概1幅度多一點 所以1幅度多一點其實可以去用很多電池 電池太多了 電池太多了 那各位一邊在座 一邊在座 那我就順便再講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 氫氣跟氧氣 其實你如果讓它通過一個電線 它就會反應變成水 可是它產生的能量 它產生的能量是電 它直接產生的能量是電 那我們如果不讓它通過一個電線的話 我們用其他的方法把它再合成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螢幕上面 可以看一下螢幕上面 好 氫氣跟氧氣 氫氣跟氧氣 其實這兩個東西 它是真的是好兄弟 你如果通過電氣 它可以以電能的方式合成成水 可是我用其他的方式的話 它就不是產生電能 它會變成哪些東西呢 我現在 大家最常見的一種模式 你如果把氫氣跟氧氣 應該大家都可以成功 好 我現在 拿一個 滴管 這個滴管裡面就是放氫氧化呢 好 我現在把它 電解 我現在把它電解 那電解的時候 各位剛剛說正極負極是分開的 所以氫氣氧氣是分別 附在正極跟負極上面 那我現在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它氫氣跟氧氣就混在一起 好 氫氣跟氧氣就完全都混在一起 好 那如果完全混在一起的話 我現在把這個氫氣把它收集起來 好 它收集需要一段時間 因為我現在在排裡面的空氣 我先把裡面的空氣排掉 好 先把裡面的空氣排掉 那我要怎麼去收集這個 我們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法 大家看到上面 上面我倒了一個液體 在那個表玻璃上面倒了一個液體 那不是什麼神奇的東西 那是清潔劑而已 洗碗筋啊 洗碗筋 洗碗筋 那只不過我那個洗碗筋裡面 再加上一點點甘油 它會變得更濃稠 那更濃稠有什麼目的呢 我現在這邊是會產生氫氣跟氧氣混合在一起 我開始吹泡筋 我開始吹泡筋 好 這一顆泡筋裡面都是什麼東西 清氣跟氧氣 這個清氣跟氧氣我如果把它分開 把它分開 然後通過電線的話它可以產生電 那有泡嗎 真的 那有泡的話可以產生電 不是 要通過那個電起才有辦法 那我用其他的方法 它也可以變成水 我如果直接點火 我會把它整成 它清氣跟氧氣它產生的混合 它的比例是最漂亮的 清氣跟氧氣的比例是2比1 它出來就是2比1 出來之後只有一樣東西就是水 水瞬間就不見了 你看不到那量很少 所以你如果通過的方法是利用 如果通過的方法是用點火的話 是用點火的話 那它就是爆炸的 所以那樣東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炸彈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電池 所以是你把這個能源用什麼方法去把它轉換 它原本就是一個化學 我點火它就變成熱能跟聖衣 那我如果通過一個電起的話 通過一個電起的話 它就變成電 所以你怎麼去轉換它 它變成什麼樣子的能量 它變成什麼樣子的能量 好 那這個 會收起喔 會收起喔 那個九福特喔 對 各位那個九福特 你不要直接接LVD燈 你那個營業癌吸電 會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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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電子不會壞喔 你那個會壞掉 那個會壞掉 你的營會很快就燒掉 然後你的營業癌吸電 你會很容易就壞掉了 好 因為那個電壓都沒有那麼大 電壓都最小 好 那這個東西喔 等一下 我本來想要再 再說一個喔 不過我看最後有話我再來講 剛才點火的時候很可怕 對 剛才點火的時候其實很可怕 其實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來遙控點火 好 這是番外片啦 對 這是番外片 因為我一直在想喔 像今天來做市場 對不對 上次它沒有大 上次我來的時候它出國 是易老師主持的 對 所以今天來喔 我一定要弄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這是番外片 這跟今天的主題無關 可是它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我先稍微提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理題啦 我必須先把我們正式做完 剛剛點火喔 剛剛點火其實是有點可怕的一件事情 對啊 所以我們最好是離一段距離來點火 然後最好是喔 可以遙控的方法來點火 它用什麼方法來遙控點火呢 用手機 用手機 我們可以用手機來遙控 對 那個呢 這件事情其實 我不太敢把這個東西 把它很明確地寫出來 因為 炸彈課 對這就是炸彈課的說法 這真的是炸彈課的說法 你可以離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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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把它遙控 你就打電話那就炸掉了 沒有 你確定要在這裡做 對對對 所以等一下再弄 哈哈哈哈 我們沒有 對對對 好 所以 所以這個 對這個其實我還蠻擔心的 好 所以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 好我們先做其他的 好 剛剛講到喔 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好 你要有禽氣要有氧氣 你就可以做成一個最簡單的氫氧燃料電池 好 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氫氧燃料電池 遇到最大最大的困難點 好 氫氣 氫氣怎麼運送 氫氣是很難運送一樣的東西 氧氣好解決 空氣當中五分之一是氧氣 其實到處都有 氧氣其實是濃度是夠的 好 問題是在於氫氣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到了另外一個方法 我們不一定要用氫氣啊 我們可以想辦法利用另外一種的化學物質來代替氫氣 好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一樣是可以當作固域的 然後活性夠大的 你記得嗎 你記得嗎 這一片 好 所以大家再來做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教大家做另外一種燃料電池 叫做金屬燃料電池 我們不要用氫氣了 因為氫氣不好弄 好 大家齁 你手邊一樣盤放在這裡 盤放在這邊 然後呢 你先拿一張衛生紙 這個衛生紙齁 這個衛生紙齁 不用太多 可以把它包起來就好 你可以把它包起來就好 包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包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這樣子包起來 好 至少要露出一點點頭 好 至少要露出一點點頭 好 就把它包起來這樣就好 好 把它包起來 好 把它包起來 然後呢 你的 你的那個 鋁片 你的鋁片 你稍微 踩一小段鋁片 那這個鋁片 這個鋁片 你就 最好是稍微平整了 把它綁起來就好 好 捆在外面 捆在外面 好 在捆之前 在捆之前 你中間要有聽解什麼 滴一些食鹽水進去就好 好 滴一些食鹽水進去就好 收起來 收起來 不然用輕氧化那吃起來也可以 只是輕氧化那大家會覺得摸起來黏黏花花的 不太舒服 好 用食鹽水 我們還有食鹽水嗎 好 我們先把這一張衛生紙把它潤濕 用食鹽水把它潤濕 好 可以啊 你可以 跟我們一樣 拔一下 好 我們 你先用食鹽水 把這一 一根 這可以 對這一點點而已 就把它潤濕這樣就好 然後不要破掉 不要破掉 整個是濕了 可是不要破掉 然後呢 你再把它包起來就好 一樣 你的 你的金屬不要跟碳放 碰到 碰到它就短路了 跟剛剛其實做 做福達電池很像 只不過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用的東西 原料換了 我們的複集 已經叫了 已經有人叫了這麼快 我自己有 已經有 有爸爸成功了 好厲害 說說太快了 我都還沒講完 送你一台燃料電池針 還有沒有燃料電池針 還有沒有燃料電池針 還有還有一台 哇好厲害 好厲害 好 那你這樣把它包起來 好 一樣喔 複集就是你的 鋁箔 正極就是你的碳放 好 那現在板音物就變成 複集是鋁囉 鋁的話它會分解變成 鋁鈴子加上電子 鋁鈴子加上電子 那正極的部分就是空氣當中的氧氣 我們就直接用空氣當中的氧氣 所以日本把這個東西叫空氣電子 日本人把這個東西叫空氣電子 可是實際上它正式的名稱叫做鋁金屬燃料電子 對 其實它是燃料電子的一種 它是鋁金屬燃料電子 這樣一顆原則上你的 音樂癌吸電應該就會叫了 一顆就可以了 對 而且它可以叫完久了 它可以叫完久了 它可以叫完久了 對 正極就是空氣中的氧氣 正極就是空氣中的氧氣 對 大家應該都叫得起來吧 呵呵呵 呵呵呵 它現在正極的正極的反應物 是空氣當中的氧氣 負極的話就是用 鋁國 負極就是用鋁國 所以鋁國一段時間之後 鋁國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它上面有一個洞 一個洞 對 被反應掉了 對 它裡面的鋁被反應掉了 好 所以大家都有電 大家電都來 2012的時候記得家裡準備一些鋁 12月21號我們大概 剩下幾天了 剩下6天了 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好 這樣子你就做好一顆電池 當然這顆電池的效能 不會由我們市面上賣的好 可是它是一個最簡單的一顆電池 而且坦白說 不需要太多成本 如果你的看法就是被電池拆下了 成本幾乎是你的 因為東西你都可以找得到 我們大根 我們大根 超完 欸 這是會消掉 欸 這是會消掉 欸 這是會消掉 欸 欸 看多少 看多少 這是會消掉 會消掉 放涼 先別想רה 會消掉 或是逐中 還能消掉 利害 開死 對 meals 出席 要的 開死 買 因为它不是用清气 所以不是用清气它会比较容易去掌控我们现在反应物的来源 可是其实用清气所产生的能量其实会比铝金属来的大 因为它毕竟它是气体 只要你都不断的一直补充进去 它反应出来的效能 也就是说它最后的勾力其实会比铝金属来的大 这是在工业上面 可是我们现在做版本也会觉得铝金属比较大 因为我们进去的清气是不够的 它没有办法持续一直补充清气进去 可是铝的话它比较好控制 因为它就是一个铝金属 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最后再讲最后一个单元 如果铝金属应该讲氢氧能量电池 如果氢氧能量电池其实效能才是最好的 那我们只要想办法让氢或者是氧可以留下更多的话 尤其是氢气 尤其是氢气 那这样子理论上它就可以发电的效果就会更好 各位刚刚如果直接用碳棒去电池的话 你会发现它那个原则上那个黏巴档应该上不到一轮 它就没有电了 好 那我们现在 这个我怕可能等一下没有时间做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有可以带回去做 可以带回去做 我们喔 诶 那个 那个 不支付可以先给大家吗 好 好 已经有了 来 这个是后来我们想到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碳棒上面把它包不支付上去 包不支付 好 那为什么要包上不支付就可以呢 这个不支付 各位拿到的那个不支付 其实没办法用 为什么没办法用 其实坦白说我真的是有点运气 这个不支付其实是我电脑的防尘套 诶 电脑有防尘套 不得了 一些西牙梯的年代都会送你防尘套 现在没有了 所以我防尘套还有留了两三个在那边 放好久了 防尘套放好久了 不支付 当你放很久之后 你会发现 一个 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优点 你可以说它是缺点 大部分的时候它叫缺点 可是现在那边优点 它会起毛边 对不对 可是新的它不会有 好 我说我运气好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起了毛边 那个毛边帮我抓住了更多的气 那个小毛边就帮我抓住了更多的气 所以重点在那个毛边 所以呢 你拿到了不支付 不能用 你必须要怎么做呢 让它变旧 开始戳 戳到它变得很旧很旧 一刚开始它有毛边出来了 那个才有用 不然你新的它是没有毛边的 先不要撕 先不要撕 因为你撕破不会比较好戳 那你要戳到很旧 你要看到上面开始有毛边了 那个小毛边小毛边 越多越好 那当这个毛边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包在碳棒上面 好我现在先 有做好一个 我们先给大家看 好那我有两个碳棒 小朋友麻烦你 可以打到镜头 谢谢 好我现在 就直接把它 用不支付把它包起来 用不支付把它包起来 然后呢我现在先垫紧 好那我这边 我是直接用 用那个 这个 这个我忽然忘记怎么讲 整流变压器 当作 当作电源供应器去电解它 好那 一刚开始电解的时候 因为它需要收集更多的 氢气跟氧气 所以它电解的时间 需要稍微长一点点 不过其实也没有到那么长了 大概一两分钟就够了 第一次啦 第一次 因为它第一次需要 收比较多的气体在里面 接下来第二次 大概电个30秒就够了 电个30秒 大家可以想个三五分钟 没问题 大概就可以想个三五分钟 没问题了 所以 我们现在 你去电解它 你去电解它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它上面开始 会有泡泡的 那 给大家另外一个经验 给大家另外一个经验 就是 你的电压 其实电解的电压 不要太大 基本上 只要三四伏特以上 就可以电解了 只是速度会很慢 所以一般来讲 六到九伏特是一个 不错的电压 因为如果电解速度太快 它气泡会太大颗 太大颗它抓不住 那 电解的电压小一点的话 它气泡比较细一点 比较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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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流的比较多 所以电解的电压 比较太大 我们现在 电解完 把它拿掉 把它拿掉之后 再连上 我们刚刚的 IC片 大声多了 对 我东西都没有变 还是这些东西吗 那 运气好的话 我最高纪录是 电大概五分钟 响了十五分钟 运气不好的时候 电了五分钟 响了三十秒 你说很难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不过平均起来的话 大概都还有三五分钟左右 正常的情况之下 大概都还有三五分钟 好 那这个大家就可以试试看 好 那我跟大家讲 稍微要怎么弄 你把它这样子搓搓搓 搓到 搓到 开始洗毛边之后 你可以把它四等份 用剪刀把它剪成四等份 越毛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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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成功 毛不毛是一个关键 一定要越毛越好 因为有些人搓得不够毛 那个小毛边不够多 它捉不住气 好 总之你现在 如果OK之后 你把它四等份 把它剪下来 要把它剪下来 好 然后把它剪下来之后 你再把它包再 一次包 一次包 一片 一次包一片 一次包一片 好 那你也不用剪得太漂亮了 其实无所谓 反正最后也是包起来 没有人看到 所以你现在剪下来 会有四段差不多这样子的 这个无所谓 没关系 一样可以用 一样可以用 那你现在就开始包了 你就把它卷起来 你就把它卷起来 好 一定要让它毛毛的 一定要让它毛毛 那卷起来之后 各位 应该还有一段 那个七包线 有没有给大家七包线 有 用那个七包线把它绑起来 要把这个包线 对 七包线上面它是有绝缘漆 所以你不用担心 它放进去之后 它会 它会短路 它上面有绝缘漆 所以你不能用铁丝 因为铁丝 那两根铁丝 放在一起 可能这两根电枝 它本身就短路掉了 所以你用七包线 用七包线把它绑起来 一小段 卷一卷就好了 对 好 七包线 一小段 七包线可以用剪刀剪 它可以用剪刀剪 因为它很细 把它绑起来 那 原则上 原则上的话 你至少 包完一层之后 你就绑一个七包线 你不要全部包完 再包七包线 因为它里面这样会太蓬松 我们尽量稍微 让它密一点 可是又不能太密 这种东西需要一点 经验去拿捏它 需要一点经验去拿捏它 那 原则上 原则上 你可以先试试看了 包完一张之后 包完一张之后 差不多是这么厚的 底下已经会多一点了 把它剪掉就好了 你可以先绑一个七包线 然后再把下面剪掉 那 原则上 大概 你可以包个一张半到两张 我只是一根电极 大概包一张半到两张左右的 不支部 也就是说 算一算的话 大概五到八成左右 大概五到八成 这样大概五到八成 好 然后你这两根电极就做好了 好 就这样子而已 剩下就跟刚刚的全部都一样 用食盐水就好 没有 要用氢氧化钠 对不对 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听进去 各位去做实验的时候 千万不要电解食盐水 千万万不要电解食盐水 电解食盐水会产生氯气 它会电解产生氯气 所以千万不要电解食盐水 你要电解的话 一定是用氢氧化钠水容易 那如果各位找不到 千万化钠水 其实也没关系 你用氢水 其实它还是可以电解 只是速度比较慢而已 用氢水其实就可以电解了 只是速度慢一点而已 只是速度慢一点 所以你如果要电解的话 千万不要电解食盐水 你电解食盐水的话 一段时间你会发现 那个食盐水变黄色了 那个就是氯气溶解在里面 那氯是剧毒 所以千万不要电解食盐水 千万不要电解食盐水 那千万化钠这个东西 其实你化工行还蛮容易买到的 就是在那个西药房 其实就买得到 对 有些西药房 就买得到这些这些药品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是 那个是 常酵食的氢氧电池 氢氧燃料电池 那我们就利用不止步 去收它里面的气体 去收它里面的气体 这样子的话它的效能就可以更好 这样子的话它的效能就可以更好 好像那个 那个腿残背一样 把它包得厚厚的这样子 因为这个目的就是让那个气体 可以留在这个不止步里面 让它留多一点反应物在里面的意思 让它留多一点反应物在里面 那留的原因就是靠它上面的那些小毛铁 那所以你 我们刚才讲 包吸的是没有用的 包吸的是没有用的 那 我也曾经试过其他的一些材质 就是比如说我们用那个 过滤棉 可是过滤棉 后来发现根本没有用 因为口太大 气体全部都跑掉 几乎是没有效果的 对 好 那这个是今天介绍给大家有关燃料电池的部分 那 因为 时间的关系 运则上我就先到这边 把这个 这个课程暂停下来 那 大家可不可以继续做 可能就要问主老师场地有没有办法去提供 因为 因为可能有一些场地使用上的问题 所以 我可能简单做一个结束 那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有关燃料电池 那 与其说燃料电池 我大部分说它是一个简单的化学电池的一些原理 跟它的发展 那 这样子的一个电池 或许在实用上面 我只是你做的电池 在实用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 它是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材料 让你可以很容易了解这些原理 那 希望可以给 大朋友小朋友一些 有关能源方面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那 其他有关一些细节的问题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详细的说的话 田伟 我会留下来 如果场地允许的话 大家看看 我们再请主老师看看要怎么办 好不好 那我们就先课程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喂喂 好 刚刚那个林天安老师 第一个问 这个场地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 可以啊 在科教中心主任易老师 对我们这个活动 就非常非常支持 好 所以上一次那个 请易老师来特别组织 林天安老师的唱 其实是因为是贵宾嘛 对 对不要说我们是国外 我觉得好多 好 所以先回答 就是各位大门朋友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留下来 自己去做的话 在这边都欢迎大家 那事实上我们待会 还会开放一个时间 因为我刚刚看到很多 就是朋友 你们很想把所有的活动 记录下来 那些会造像 会摄影 我们待会整个结束以后 会开放一个时间 来跟你心中的偶像和照 偶像和照时间 然后看你要带着你的作品来 跟着海报一起照 都可以 那就是 薛安老师今天介绍的这个东西 当然就是他刚刚有提到 你这样拿去用是很困难的 可是你现在知道它的原理 你就知道你现在 所有电的来源 或电池的种类 不是只有 一两种而已 那最终最终 其实周老师有个期待 就是不管您是大朋友 小朋友 就是对于整个地球环境 还有能源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 有点重性 所以也希望透过今天这场活动 让大家可以体会到 电是得来严益的 刚刚老师有讲 看那个效率这么这么低 那这么不容易取得的电 我们要怎么样 感谢 感谢 如果这句话可以帮我们 不只是省六百多块电费 如果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省六百多块电费 想想看 我们这边有多少个家庭 我们可以省好多好多电费 哇好 我们做一个地球 这是周老师 最后的一个小小游戏 好 那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要看什么吗 对 有问题的朋友呢 参加 好 那那个 参加之前 周老师为了要特别 鼓励大家 认真的填写我们的问卷 然后周老师拿了一个玩具出来 这玩具跟今天的主题也有关 行不行 零把那个 就那个蓝色的 就是你甜不念甜的 很认真的 哇大堆小朋友 来我们来玩一下 就是刚刚这个 我们跟老师有讲 你只要把你的手放在这边 拿上来 待会我们还会放到台前 好 你只要把这手放上去 就会加点 很酷 就放上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老师的电力有多强 我先吐个口水 哈哈哈哈 他都知道Payball 看一下 现在是零 对不对 他这个电流表 零 喔二十啊 再来再来再来 再来 喔 又要再吐一下口水 哈哈 好谢谢 这个很有趣 就是 直接大家可以来玩一玩 所以 你贴写完位卷之后呢 就到旁边 大吉他大吉他大吉他 可以交命和王 对手 好不好 那 先把这个坐起来 然后呢 我们来做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要感谢我们林佳安老师 然后也希望至少每一年都可以请他来一场 是因为我们家的Payball场 好不好 再以各位的掌声 热烈的程度 我们来接下来 一千二多千 谢谢 好了 你有喝到这个衣裳吗 OK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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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